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Risk5在中国的情况 2019年10月的《经济学龙》杂志展文预测 开源软件是过去十年来智能手机大发展的先决条件 而像Risk5这样的开源硬件 也许会在未来十年内让其他设备设备类似的扩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芯片产业从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有很多接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以开放的姿态 拥抱Risk5和开源处理器 对中国未来的芯片产业发展 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芯片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 开放的Risk5指定界 以及开源处理器芯片硬件 非常适合在中国取得成功 首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已经从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进入到了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时代 就是所谓IoT 中国地域广大 人口众多 有着极为丰富的互联网应用场景 设备也会产生一个庞大的 互联网设备的制造需求 每个互联网设备都需要一颗处理器芯片 来实行互联计算的功能 形成一个极具规模的处理器芯片施展 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 分别取得成功的X86和ARM指令界架构 我们现在相信会在传统互联网领域 首先Risk 5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大家看到开源软件在过去几年 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主体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 开源软件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系统创新的成本 基于开源的Linux, Apache, Masiko, PHP 这样一个架构 就是所谓LAMP架构的这种软件 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开发上 用开源软件可以使用专注于义务逻辑 而这样一个小的开发团队 可以用百分之十左右的那些定制的代码 产生一个很实用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种模式今后将会在硬件 在Risk 5的硬件重现 能够有很高效率的发展 大家也看到右边 我们看到中国相应的发展的速度 我们相信在这种高速发展的情况之下 开源硬件也会有很大的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 半导体芯片领域 因为Risk 5和开源的领域 可能会产生一次新的变革 我们回顾 上一次半导体领域发生的变革 是在1980年 当时美国的DAPA 提出了Moses计划 Moses计划的一个关键问题 将多个芯片的设计 集中到一个半导体的芯片上 就是所谓采用MPW的模式 那么可以使得芯片设计的成本 大大降低 达到那个数量级的降低 通过设计公司的代工厂 分离 形成了没有进 就是Fibless 这样一种新的设计的一个模式 我们相信今后呢 我们在芯片的发展之中 也会有这个瑞士的情况 就是通过Risk 5和开源芯片 将会使中国IC公司 IC产业有一个很大的高速的发展 至于这些原因 对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融入 全球Risk 5的社区 通过与国内社区深入的合作 实现双赢 同时呢 在中国也成立了两家 和Risk 5相关的联盟 一家是所谓中国开放指令生态 就是Risk 5的联盟 这是由中国网信 这个中国人和工县部组支持的 另外一家呢 是 中国Risk 5产业联盟 这两家联盟 目前一共的会员 国内的会员能够超过200家 同时呢 通过两个联盟的合作 又为中国更多的单位 和Risk 5国际基金会和社区 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图上呢 我们看到 是Risk 5指令学的发明人 David Patterson教授 在2019年6月 他宣布和清华大学合作 在深圳创建了一个Risk 5 国际开源实验室 IROS 而专注研发 处理器芯片中的 Unicore Ncore IP核 成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Risk 5的研发机构 同时呢 Risk 5的社区 也非常有影响的公司 Syph 5在中国的一个分子机构 就是Syph 5 他专注于帮助中国广东 数百家 家电企业研发新一代 开源物流网的处理器芯片 对中国未来物流网的生态的发展 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2019年 Syph 5和中国非常知名的 家用电器厂商 Glass 达成了 战略的合作 创建了开源芯片的尺寸基地 专门研发物流网驱动的家电芯片 目前在Glass的微波炉等产品中 已经开始使用 此外呢 我们这个 中国方面也和国际基金会 保持持续的互动 2019年 在Glass 5国际基金会 中国咨询委员会 中国开放指令生态联盟 和IOS的实验室 共同努力下 举办了第一届 Glass 5中国技术论坛 也邀请到包括 David Patterson教授 卡里斯塔 CEO在内的 4名国际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来到现场 与与会代表 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介绍了Glass 5的最新发展趋势 今天呢 我们也向全球Glass 5社区的朋友 再次介绍一下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发力量 以及在这几年 对开源处理器芯片生态 所作出的一些成果和贡献 从我们看来 开源芯片生态的主要目标 是减少芯片的设计时间 加速上市周期 降低设计成本 通过维护 这里我们讲四个方面 第一 就是开放指令业 开源处理器 IP和SoC 第二 是新鲜的开源EDA工具 第三 验证和仿真环境 第四 开源系统软件和编写器 通过这四个基础的工作 我们也打造开源处理器芯片的公共设计平台 提供 我估计可以超过90%的基础代码 我们允许厂商提供需求 我们一般估计就是可用小于10%的定制代码来完成一个RX5芯片的实际 大大降低 就是这个上市周期 降低开发的周期和成本 这里我们介绍呢 是新来科技 Nuclea 它是中国的一个RX5处理器和IP公司 根据不同应用场景 新来设计了 比较完备的产品路线图 处理器规格实现了从普通控制应用到高性能 嵌入社应用的全面的破盖 新来最新的900系的处理器 把面向高性能设施 高能 高能效的嵌入社 和智能卧帘网边缘计算等应用场景 支持RX5的32尾和64尾的指令节 微体系架构上 实现了双发射的九届流水线 可以实现和配置的 ECC检验的指令和数据完成 支持 IMP 支持 包括PMP内存保护和可信的自信环境 以及可重组的 来世的界面 以及用户所定义的扩展 所以这类芯片将会有助于 RX5芯片的推广 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了一个 以处理器芯片人才摆扬为目标的 开源处理器芯片计划 通过使用RX5开源指令阶和72面阶硬件设计语言 可以让5个本科生在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一款RX5处理器SoC的设计工作 这款处理器 所以这个设计划 对于人才培养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同时 新来科技也打造了 面向自制研制的处理器和SoC芯片的开源软件开发套件 可以从Github上快速的获取 使用户基于自制研制的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NMSYS快速的定制基础应用 输入信号处理和神经网络软件应用 同时在软件开发环境中 集成FreeITOS等一系列实施操作系统 便于用户快速移植到目标处理其中 David Pattinson 教授 说是创办的IOS实验室 研发了开源的 RIX-5单板微信计算系统 Pico-6 可以让用户快速开展 RIX-5软件生态的开发工作 得到注意的是 这款计算单板开源了 整完整的RIX-5处理器设计 SOC设计 板卡PCB电路设计 和基础系统软件站 便于用户按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相比ARM生态中比较绳索的 这些相应的工艺来看 目前我们RIX-5这些开发工艺系统 平台应该对于用户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大大提高开发的效率 下面呢 就介绍一下 基于FPGA的系统界原型平台 也是RIX-5社区中 广泛使用 软眼镜开发的环境 中科院计算说 基于在FPGA领域多年的节奋 研发了面向 RIX-5的系统界 仿真圆形环境 社会 涵盖了单板小规模集群 和定制云等一系列平台 满足不同应用场景 RIX-5系统界的圆形设计需要 与现有的一些 面向RIX-5的FPGA环境相比 社会这个平台能够支持RIX-5的处理器 对于这个用户来讲 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平台 最后我们介绍中科院软眼所 在RIX-5开源软眼生态中的部分代表性的工作 今年7月 软眼所开源发布了第一款 可以在Sci-5的RIX-5平台上 运行的谷歌浏览器 Viva JavaScript Engine 并进一步与Futureware以及iOS开展合作 对于Viva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这也表示RIX-5可以开始支持一些复杂的应用场景 正对向量扩展 对于RIX-5设计非常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很好的扩展 通过对中国RIX-5染源产业发展的梳理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朋友可以了解到 中国正在积极地拥抱 RIX-5这样一个新兴的开放的子灵界架构 中国正在积极努力 使RIX-5社区和中国芯片产业 软件产业实行双赢 中国也会积极推动相应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把一些好的成果贡献到RIX-5和开源处理芯片的社区中 推动RIX-5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 最后我们感谢大家参与大会 希望RIX-5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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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